經過清潔隊員橋手創意後 原本廢棄的木材成為實用的擺飾 跟送回用品 甚至變成裝置藝術 配合植栽綠美化 成為入口小公園 我們用那個雷雕漆 然後隊員去選圖案 然後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個又可以當飛電 也可以當擺飾 經過我們的利用以後 我們把很多回收回來的一些 像鐵的部分 或者是木頭的部分 甚至家具的部分 把有價值的部分 經過隊員的一些橋手 再來做修繕 做美化 所以這個場區的每一個景點 都是經過我們隊員 這樣子花時間 然後把它整理出來的 因為學校報廢的客桌椅 經過修繕打磨上漆 更是許多民眾最愛的家具 那還有就是學校 我們都是去免費 幫他們處理一些 他們淘汰的客桌椅 但是這個淘汰的客桌椅 其實經過修繕以後 還是讓民眾非常的喜歡 我們這個場 常常也會有人來詢問說 客桌椅可不可以來買 根據江西鄉黨張永哲表示 原本就有資源回收廠 經過規劃後 轉型為巨大垃圾在利用修繕廠 兼具分類回收 修復整理以及環保宣導的功能 廠區裡面分為多功能的一個教學的一個展示區 還有簡報室 還有家具的一個修繕區 那家具還有家具的站存放區 還有我們的辦公室 那我們這個地方全身為一個支援的一個儲存廠 那近兩年的一個改善 還有建制 那我們把我們不要的東西化朽木為傳奇 進行整個空間的活化再利用 那也可以達到我們垃圾全分類 連廢棄的資源永續利用的一個目標 公所清潔隊表示 八月份會進行二手家序拍賣會 而部分的所得將會捐助社會弱勢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採訪報導